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龍正 今天要拍一個全新的企劃 也不能算全新的企劃啦 但是就是跟以前有一些的不一樣 那既然要玩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就要回歸我們的主題來嗎 不要來喝酒了 碧蘭之海烏龍茶 那只是因為喝烏龍茶好像之前也喝過了 我們看到碧蘭之海每一個人喝了烏龍茶之後 一個比一個越來越會喝 喝到每一個人都有全身肌肉 所以我來連續喝七天烏龍茶 第一天一杯第二天兩杯 第七天七杯 不是第三天四杯 第四天八杯了 不要這樣 看烏龍茶店 先不管幾杯 我不敢喝生命之水版本的烏龍茶 嫩 還是喝四十度版本的就好了 我們就要看我們能不能喝到碧蘭之海一樣 每一個人都變得超愛的 連喝七天之後 看酒量是不是真的有變得超好 所以今天這第一杯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 是不是 得烏龍茶 你知道這個企劃 一想到的時候我就覺得硬到我 真的沒辦法接受 哪裡 四十度 這樣 你知道一杯就好 有多少人撐得住 以前我一個人 極限值是兩隻五八 你不要這兩個配啊 你這個搭啤酒喝 那很衝欸 你就直接倒 好啦今天第一杯 這個我覺得你喝不了七杯 你會死掉 分早上玩有機會 你一次喝 你大概第三天就掛完 我覺得我一天就掛了 欸我才喝一杯欸 全身汗 不是欸我才喝一口啊 不是喝一杯喔 你那杯有中過 一口啊 看不到 假的 這伏特加是不是放太久 味道怎麼怪怪的 我覺得再喝下去我會落散 嗯 欸 吃東西 利荷廚房 贊助播出 出到點心跟食物 我們就要想到 利荷廚房 居家都可以吃得到 各種手工點心 裡面含有的成分 都是天然健康的食物 殺雞麻油堅果組成 沒有摻雜任何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是由金茂獎主廚 手工製作 不含機器喔 嗯 機器 那個採收的時候 那個切割機算不算 成天然有機不含農藥 吃起來會有靜服的味道 我覺得 我頭已經開始暈了 喝一喝會不舒服欸 因為我胃本來就不好 喝一喝會不舒服 會不會才喝兩天我就開始狂吐 我覺得你等一下就狂吐 我覺得你等一下就狂吐 喔幹真的吐出來了 我覺得你等一下就狂吐 好第一天結束 第一天做到這邊 我當勁你大哥 替水好喝 我講實在話喔 這種搭配真的還蠻難喝的 這個第二天 要成二喔 不是這要成二 每天加一而已 每天成二會死人啦 我都忘記我要梅子烏龍了 烈酒加梅子都會變甜 讓我覺得他好喝一點 但我還是覺得他好喝 怎麼辦 喝到都沒人理我了 剩我一個 喵 貓瞧不起你 貓瞧不起你 你真的抽不下去耶 這樣只有七天喔 這什麼期貨 七天回家 他好悲哩 我後悔我吃梅子 幹嘛太爽了對不對 因為梅子好好吃 然後 喝下去酒更難喝 然後才一杯 我猶豫了半天 喝不下口 完全不是因為酒精 是因為他好難喝 好啦最早第一杯喝完了 來 第二杯 我喝 真的好難吃喔 這還好講得好像你以前沒喝過一樣 喝過啊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 欸 好不好點火之後就 不會那麼難喝 喝掉 靠杯咧 這現在還胖啊 這很像那個什麼 日本不是有那個燒酒 他直接喝真的不好喝 但是他熱過之後 我覺得真的超好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那個 日本料理店大工 他就有跟我講 把那個燒酒倒進那個 湖裡面之後 拿進微波爐 微波之後 就直接送給哥哥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真的變比較好喝那麼一點 這樣還是好難喝 第二天的最後一口 第二天完食 再來第三天 第三天 我不想再喝這麼難喝的東西 欸 反正必然這還是不是這樣 顏色 對了就對了 還是酒精嘛 這美酒 我比較喜歡喝 美酒 有啦很像啦很像啦 給過吧 我不過啊 蛤 欸幹 好喝超級多欸 這樣我以後不想用它 欸 打火機 喔有有有 有啦 燒起來了 這樣子給過吧 酒精濃度夠 就給過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是 我滿喜歡喝美酒 因為我喜歡它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好像也滿多女生 也喜歡喝美酒 我知道女生都是喝 調酒 然後都是喝烈 調起來 酒精濃度真的我覺得 不是很大的重點 重點是 味道 欸我 你看 今天我就喝很快了 下一個就是那個啦 不要啦 威士忌 威士忌 絕對你喝 我醉了可以嗎 我一喝我就醉了 說好的訓練酒量 你喝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搭啤酒不是燉球 我們沒有啤酒 我們沒有啤酒 我們有蟲子尿 好 第二杯 你要喝喔 來 你也要 你也要 你不是一樣 你不是一樣 你知道嗎 這氣候壓力好大喔 大不了一死而已 你兩個月沒放假了吧 好可憐 沒事啊 然後重點是 半夜11點才回到家 還要陪我在這邊 補車 補車加車 沒事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事嗎 因為我現在同事還在加班 那時候的五塊是不是能買一碗陽春麵 15年前哪可能 那時候雞排大概 45塊的時候 45塊的時候吧 你們兩個也想喝是不是啊 一直喵 幫我喝好不好 好齁 給你喝 幹 我發現一件事 兩杯是我的極限 你也太弱了 這個龍陣就是訓了 幹 手被抖 完蛋了 連蓋子都不會蓋了 我覺得現在光拿起酒杯這樣有勇氣 完蛋了 連蓋子都不會蓋了 我覺得現在光拿起酒杯這樣有勇氣 相信我喝完七天會像屁然之涵 每個人都六塊雞 碧蘭之海裡面就有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問你要不要潛水 然後主角回他說我不會游泳 我問你的是想不想潛水 不是會不會 做了你就會啦 潛水跟游泳是兩件事 你潛水不一定要會游泳啊 因為你不用換氣了 因為氧氣瓶 你有肛門咧 沒有 你知道我現在 不知道啊 你現在悶掉就沒事了 我們就結束 恭喜 還行嗎 一直吐一直甩 我已經在這裡聞到它呕吐味了 不知道啊 我本來就在極限了 醉鹽醉魚啊 貓比我還醉啊 超越極限 這個我覺得你喝不了七杯 你會死掉 分澡裝完也集合 你一次喝 你大概第三天就掛了 喝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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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醉 頭巨痛 喝酒還是開心的喝就好了 不要這麼可怕的喝 昨天 後面吐之後 印象 有 但只有一點點 但是我不記得我怎麼睡覺 現在 有一點啊 我是誰我在哪 喝酒還是在安全的地方喝比較好 不然像我這樣子斷片了 被人家撿死 哭 哭 不要下班好嗎 所以這一次的挑戰 失敗了 才三天就不行了 那後面怎麼辦 就都沒了 第四杯挨下去還得了 會死人啊 我覺得會酒精中毒 不行 今天的挑戰就到這個地方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是威士忌好不好 也不是福特加好不好 這混在一起很不好 第一天喝到的那是酒放太久有問題 第二天是真的好難喝 以前雞排三個100塊 35塊 我沒有經歷過這年的 然後更早一點雞排加珍奶 50塊 我高中生的時候 雞排才25-30塊 然後珍奶10塊 然後我昨天喝完之後一直有一種感覺 那就好厲害 那些手槍 想要有一個妹子抱著睡覺 就只是抱著睡覺